好,那么呢,我教一下大家你的这个步法要怎么去练啊,我们徒手动作应该怎么去挥,好不好啊,这个步法啊,我大家可以录屏,也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啊,这个步法呢,你应该怎么去练啊,你可以录下我的视频跟着去练,好不好啊,来,大家准备好了吗,啊,准备好了,我就开始了,你可以录屏,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,让你的球友也过来学啊, 两个人一起成长,好不好啊,好,来,先是一个正面的正手的示范啊,好,大家来看一下,上短球的时候啊,转过来的同时,压重心转过来的同时,先上左脚啊,上左脚了之后,出手的一瞬间,我们的右脚是跟上的,但是我们的右脚啊,是啪,形成一个制动,不要让你的右脚, 超过你的左脚,好,我做一个动作,大家来看一下啊,好,准备,一,二,啊,大家再来看,一,引牌,二,三,看见了吗,啊,一,好,再来,一,二,三,那么四就是我们的退后啊,四,然后五,好,大家再来看一下啊, 好,一,二,三,四,五,好,再看一遍,一,二,三,四,五,好,再来一遍,一,引牌,二,三,四,五,好,侧面的动作也给大家做一下啊,好,准备,一,二,三,四,五,好,再来一遍, 一,二,三,四,五,好,再来一遍,一,二,三,四,五,那么我们向后撤的时候啊,就是右脚啊,右脚向后撤,好,来,我们的正手啊,大家不知道录平了没有啊,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反手, 那么反手同样的啊,我们当发现是短的了之后呢,先上哪个腿,先上右腿是不是,上右腿的同时,收腹转体啊,我们收胯,收的是左边的这个部位的胯,收进去了之后,肩膀身体啊,要对着侧前方啊,看一下,不要直接对前方,而是侧前方,大家发现了没有啊,是侧前方, 那么在机球的一瞬间顶胯的同时,你的左脚啊,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寸净,啪,就这一下啊,去蹭住地,踩住地,好,我来做一下示范,好,这是反手啊,好,准备上,好,再来啊,上,二,三,好啊,再来,一,再来看一下啊,一,二,三,好,来,准备啊, 好,一,二,三,好,我把动作连着给大家做一遍,一,二,三,发现了吗,我在动的时候,其实你也可以两腿啊,一起向后,当然你可以打完了之后,你的右腿向后撤啊,看,顶出来之后,右腿向后撤,也没有问题,所以说呢,这两个步法啊,怎么那么热今天, 这两个步法啊,你怎么动都可以,明白了吗,好,再来,一,是不是,二,三,啊,两个腿可以一起向后撤,看,一,二,三,那么同样呢,你在击球完之后,也可以右脚先撤啊,左脚向后,好,来问一下大家,今天前后的步法,学会了吗, 谢谢大家的关注啊,谢谢大家的关注,这有点热,大家现在前后的步法学会了吗,学会了,是不是啊,前后步法是不是不难了,对,它是一个啊,其实是一样的,你正手会了之后,其实你到反手,同样的啊,看,啪, 一样的,就能会了,它是,你就比如说,你正手挫球会了,那么同样的,你反手挫球也就会了,是不是,它是相通的,好不好,但实战,找不到球,非常正常,大家,非常正常啊,这个技术吧,嗯,不是你说的啊,这个技术不是,大家,今天你去练了, 你就会了啊,不是说你今天你练了,你到比赛中用了,你就会了,你就能赢,不是的,因为比赛当中我们有太多的因素了啊,比赛当中我们有太多的因素,比如说,你的心态问题,是不是,比如说,对手的,今天发挥超长了,或者是说,你今天打球,就是没有感觉,我有时候就是,我打着打着,我也会觉得,今天没感觉,没状态,啊,就像大家,我跟大家有时候讲的, 讲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,今天就是没感觉,没状态,这个语言吧,就是组织不好,所以说,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,所以说,大家呢,也不要气馁啊,也不要说,你今天去练了, 你明天感觉,哎,我用不上,或者是说呢,你觉得我用上了之后,我不知道,这个该怎么动了,都是非常正常的,我们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它,你只要去坚持,每天去挥动作,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热爱乒乓球啊,就是,你说,我反正现在没什么事,啊,我就喜欢这个东西,我小时候没学,我就现在学,或者是说,我没学, 我让我的孩子去学,啊,就是,他都有可能,不是说一天就能学会,而是说,你每天去做这个动作,可能你说,我做一百下,是不是,啊,我不会,但是,奇迹就可能出现在一百零一下,啊,你可能就在一百零一下的时候,哎,你这个步法就会了,对不对,看,是不是,你就是会了,啊, 再教一遍,刚刚,是不是刚来,这个球友,一看就是,刚来,啊,好,我再问一下大家,对于刚刚这个,左右步法,啊,左右步法,以及前后步法,大家有没有什么,嗯,大家有没有什么,还有问题的,啊,我们一般是,讲完一个技术了之后,啊,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,啊,非常的荣幸,啊,然后呢,问一下大家, 对于今天说的,前后的步法,以及左右的步法,你们有什么疑问,啊,我们每次,在讲完一个东西了之后,啊,会来,大家来问,啊,可以向我提问的,不是说,我就只有一个人说,好不好,再讲讲前后吧,没听懂吗,哈哈,这么多就刚来,好,我们刚来的球员,把这个关注还有灯牌上一上,好不好,啊,我们今天说了这个, 点赞充,充五万,是不是,啊,怎么录屏,怎么录屏,我也不太清楚,哎,那个,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,应该是从上面一滑下去就能录屏,但是安卓可能不太清楚,好不好,自己手机咱自己琢磨一下,啊,刚进来,没关系,啊,好,我问一下,还有没有缺我不懂的,嗯,还有没有缺我不懂的, 这种反手基本动作在一次讲一下,今天主要的课程是讲步法,我们每周一的时候,啊,会有这个答疑课,好不好,刚刚我发现有球友,啊,问我的一些问题,啊, 其实比较简单,啊,其实呢,也是比较简单的,啊,为什么有些却我问的问题呢,没有说,啊,一般就是,我的铁粉都知道,是因为只回答,啊,每,每次只回答关于这节课的问题, 比如说我这节课,我这节课讲的是什么,讲的步法,是不是,那么我也希望大家针对于这节课的步法来问我,好不好,啊,那么我们每周一的答疑课呢,大家可以有问题就来问我,啊,比如说我这一周你都来听了,哎,我这一周交了什么,交了正手,是不是,框架,拉球,反手,是不是,交了搓球,啊,交了摆速,交了两面衔接,对不对,那么大家都可以来问我, 啊,好不好,嗯,因为不能我们这么多球友,啊,你说我每个人都回,是不是,课程被打断了,啊,好,正手回,反手怎么回来,是不是,嗯,那好,前后的步法,是应对长短变的吗,是的,我刚刚讲的,啊,我刚刚讲的,前后的步法,只是针对于上选球,下选球的还没有讲,针对于半出台球,我还没有讲,啊,只是针对于上选球, 好,啊,大家来看一下,长短的步法,啊,就是应对于你在连续拉的过程当中,对方防薄了,啊,或者说对方这个劲儿突然减轻了,或者,别人防了个板边,轻轻的碰了一下,这个球呢,没用上力强,球变短了,那么呢,我们就要用到,这个长短的步法了,就要用到长短的步法了, 但是呢,一般反守卫啊,一般反守卫的时候呢,球如果变短的的话,基本上,大家是可以迅速的判断出来的,并且用什么,用侧身,对不对,那么我刚刚为什么还要再教反守卫的,这个上步呢, 是因为有些时候,啊,有些时候,你其实发的是下选球,啊,但是呢,你发过去就变成个上选,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发的是什么旋转,对不对,然后呢,别人一搓,这个小半高,它正好在你球台半长不短的位置, 你站到这里,伸手发不上力,那么大家就用我刚刚的这个,啊,上步,一下,这个球,动作做的又舒展,这个力量发的又集中啊,所以说正常的一般反守在相持的过程中,这个球只要变短了,那么它一定是速度变慢了,大家就去用,测身就可以了,是不是啊,我刚刚说的呢,这个反守啊,这个反守呢,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突然一个变短的球, 并且呢,它是,你可能是下选,也有可能说呢,你都没有准备好侧身,哎,这球慢了,你去上步啊,但是更多的建议大家是,尽量都是用正手,好不好,面对稍微反守的时候啊,这个球突然变短了,它变短,它速度就慢了,我们的步法也学了,是不是啊,动一下,然后上前去赢就可以了,好不好,刚好相反,嗯,对,框架还是非常, 非常重要的,所以说,右边屁股头是因为发力有问题,球有好多,你这个发力啊,发力肯定是有问题的,你可能打球的时候,自己没注意啊,刚刚突然这个球员,说到我就想到了,我其实在小时候打球,教练总是说,让我干嘛,让我弯腿,寒胸收腹, 但是我总是被说,其实我就很委屈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一旦这个手机录下来了之后,你就会发现,你自己感觉到的弯腿,寒胸收腹啊,其实你就在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玩,就是一个这样,这样,坐着啊,弯下去也是坐着,或者就像站着这样打啊, 所以说呢,刚刚那个球员也是说了,其实你可能感觉到,自己在打球的过程当中,你是转体了,对不对,用上脚下了,但是,我建议您啊,建议您,去放一个手机,您就会发现,可能在打球的时候用的是哪里啊,用的是上半身左右的摇晃, 所以说呢,大家如果真的感觉自己的动作有没有问题啊,或者说你感觉到自己寒胸收腹了,但是为什么这个球,它还是压不下来啊,建议大家都在这个,自己的身体的前面或者侧面啊,放个手机,让你的朋友伙伴给你录一下啊,好不好,给你录一下,自己去看一下,你就可以明白了啊,不然别人老是说,哎,你怎么打球动作这么搞笑呢,是不是啊,在这坐着, 啊,就是搞笑男搞笑女啊,就会觉得,哎,你说我也弯了啊,是不是,我这也含胸收腹了啊,我怎么没感觉啊,啊,你去放一个就知道了,好不好,嗯,还有打球不会放松的,对啊,大家喜欢心态的,我们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,关注点一点